8月17日,西北工业大学发出首批录取通知书,现场三位2020级新生第一时间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据了解,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高校。 该校2020年录取通知书,描绘了学校办学和学科特色、大飞机、水上图书馆、校训等内容贯穿其中, 让通知书从一张纸变成了值得收藏的艺术品。 首先说到录取通知书,当然是非常激动的心情。 当天晚上,妈妈告诉我,我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的时候,就真的是整个人非常开心。 今天作为第一批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人,我也非常的激动,非常荣幸能够以后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 孩子能被西工大录取,我们家长觉得很满意,觉得这也是对他多年来辛苦学习的一个回馈吧。 就是他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自己应该知道,只有努力才能有所收获。 然后也希望他在大学期间能更加开拓自己的视野,更加刻苦地学习,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与通知书一起发放到学生手上的,还有2020年新生报道指南,西工大梦幻之旅折叶,本科生讲著政策简介等材料。 其中,学生可扫描西工大梦幻之旅折叶上的二维码,在线实现云游动漫校园,同时支持校园实景VR,手指之间便可漫游西北工业大学。 我们考试用我们的手机扫描,我们这样一个小卡片里面会有一个二维码,然后用这个二维码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实景地用VR的技术去浏览和游览我们的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和友谊校区两个校区,然后像亲身地去参观了一下我们的校区。 这样也是希望我们考试就是未进校园门先赶校园,其实能够真正地去喜欢我们西工大,初步地去认识西工大。 据了解,虚拟游戏场景中设置了11个关卡,以杭小天为NPC,带领新生通关。 关卡内容涵盖西工大校史、校风校训、校歌、国际化特色、综合素质培养等学生生活方方面面的展现,实现了入学教育前置化。 一担大学 香港区和美务 到底新生